除其穷的只能用晒干的山鼠和野菜为食 而就这么一个没有保障的地方 却被西方几称为幸福指数最高的国家 在这里没有最穷只有更穷 在这个高海拔地区 到处都是与现代文明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 穿过桥梁步行不到数百米 我们就来到了两位老人的小食屋 此时老人正在忙活将绵羊赶去草地 而他的老婆则正准备做菜吃饭 此时老人将珍藏多年的薯干拿出 将油倒入锅里面 准备将肉干切成小段 不然年纪大了可咬不动 由于存放的时间太久 肉质已经完全风干 需要在刀具上反复地切割才能将其截断 看得出年迈老人切割时双手微微颤抖 年纪大了也不喜欢折腾 简单一番清洗后 锅里面的油也热了 老人随即将肉干倒进去 而这个炒菜的大黑锅 也伴随了老人无数个春夏秋冬 在木棍的搅拌下 肉干滋滋作响香气四溢 为了能喝上一口热汤 随即加上一点清水 与此同时老伴放羊 顺便带了一点野菜回来 为了让青菜沾上一点油荤增味 简单清洗后倒入锅里面 然后开始翻炒 这种做法大家都很喜欢 毕竟免费又美味 即使老人没怎么吃鸡羊肉 但是身体还一直硬朗 为了增加辣味 老伴再撒上一些小米辣 虽然没吃过的人会嫌弃 但是这没有科技与狠活呀 吃过这道菜的广西老表 觉得这做法正宗吗 在大火烹饪的同时 接下来就要开始做主食了 老人在河边提了一桶河水过来 经过加热后 便可以直接加入玉米粉制作 主食的过程尤为讲究 需要一边搅拌一边加入玉米粉 这和非洲的恩西马如出一辙 老人虽然年过古稀 但动作依旧娴熟 老伴吃了半个多世纪 仍然爱不释手 没过多久 一大盆玉米糊糊就出炉了 现在每个人都一碗糊糊 然后再打上几勺肉干和野菜 不管大块小块的都要分配均匀 毕竟这点为数不多的肉干来之不易 随后再来上一口鲜汤 送去口中的那一刻 便是对美食最好的诠释 两人席地而坐 一起愉快地手抓饭 他们从来不求风衣足食 只求彼此陪伴 相濡以沫地走完这一生